有一個德國的藝術家 她的照片是獲獎的 但她說她拒絕獲獎 原因是她說這一幅畫 其實是由AI去幫她 她給出一些意義概念 所以她拒絕獲獎 她希望大家都引起大家的討論 究竟機器人合作是否可以去獲獎 另外就是 籃球協會不讓俄羅斯參加這個奧運 下年的奧運 丹麥在4月5日 在毒物園逃走了一隻袋鼠 終於在4月16日找回 但是當她被注射了一個迷藥之後 誰知道她半小時突然醒了 她就跑了 人們都怕會造成交通意外 所以就射殺了她 德國的運輸工人 也是星期五 凌晨3點至11點罷工 所以搭火車那些交通的 大家要留意 昨天也提過 安檢人員的機場 Handberg的機場 也會星期四、五停工